魏国 公元前1041年到公元前209年 共约832年历史 魏国作为最后一个灭亡的姬姓诸侯国 齐建国之初为西州一流强国大国 商鞅 吴起 吕不韦皆出自魏国 为何却落得两次灭国 两次复国 一步步衰落 直至苟延残喘到秦二世 才彻底灭亡的呢 约公元前1041年 周公弹平定三间治乱后 将平叛有功的弟弟康书改封为魏国国君 建都殷商故都昭歌 视为魏康书 魏国始封时将遇横跨玉 继演三周 统治殷商王级之地与殷商移民七族 康书到魏国就封后 遵循周公弹康告 久告和子才的告诫 以其父周文王 明德慎罚的政策治理国家 使得魏国一举成为西州大国 前1038年 康书前往周朝担任司寇之职 刘其子魏康伯镇守魏国 魏康伯执政时 率领因八师魏州王室东征西讨 南征北战 战功卓著 使得魏国成为西州东部的重要屏障 其后的百余年间 魏国立经五位君主 世纪不祥 但魏国依旧为当时一流强国 公元前九世纪 魏国第八任国君魏庆侯 用重金厚入周一王 爵魏从伯爵升为侯爵 前856年魏庆侯去世 其子魏黎侯继位 魏黎侯在魏时非常宠爱小儿子魏和 而魏和便用父亲的赏赐收买武士 前814年在魏42年的魏黎侯去世 太子魏于继位 世卫魏贡伯 前813年魏贡伯之地魏和在魏黎侯墓地前 袭杀魏贡伯 自立为君 视为魏武功 魏武功篡位后 复修先祖康书之德证 深受百姓爱戴 前771年犬戎攻杀周幽王 西周灭亡 82岁的魏武功亲自挂帅出征 平息犬戎叛乱 并辅佐周平王东迁洛邑 此为东周之史 因其功勋卓著 爵魏从侯爵升为功爵 前758年再魏55年的魏武功去世 终年95岁魏国人赶齐得志 作诗奇奥歌颂 有匪君子如切如搓 如镯如磨 其子魏阳继位 侍魏魏黔庄公 前740年魏黔庄公任命次子周虚为将 大夫实确劝戒 庶子耗兵 使将乱自此起 但魏黔庄公未曾理会 前735年再魏23年的魏黔庄公去世 太子魏文继位 世卫魏桓公 前733年魏桓公罢免弟弟周虚职务 周虚逃离魏国 前722年魏桓公替郑国叛乱的 供输段之子公孙华出兵进攻郑国 占领郑国的领言 前721年郑庄公派兵进攻魏国 以讨伐公孙华 前719年周虚聚集流民 是杀在魏16年的魏桓公 自立为君 是魏前废公 春秋时期第一位遭到是杀的国君 和第一位篡位成功的公子在魏国出现了 此后弑君成为惯例 同年2月 魏前废公联合宋陈蔡三国一同进攻郑国 包围郑国都城后5日返回 同年9月魏国大夫石雀联合陈桓公杀死周虚 并大意灭亲 将参与弑君之士的儿子时候诛杀 同年12月 石雀从刑国迎公子进回国继位 侍卫魏宣公 魏宣公在魏期间荒仪无道 先与其父姬妾私通 后抢其子之妻驻台纳席 并诛杀二子 魏李崩岳坏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前718到713年魏国与郑国数次开战 接连败北 前707年周桓王夺去郑庄公在周朝的职务 并带领魏蔡陈三国军队讨伐郑国 此战 郑军将领祝丹一箭射中周桓王肩膀 联军大败而逃 周天子微信荡然无存 李崩岳坏正式开始 前705年战败的魏宣公投靠了郑国 与郑 其二国共同进攻盟义 相议 周桓王把盟义 相议的百姓迁走 前702年魏 其 郑三国联军与鲁军在郎地交战 前701年魏 其 郑 宋四国在鄂草举行会盟 前700年在魏19年的魏宣公去世 太子魏硕继位 视为魏惠公 前696年魏国左右公子对魏惠公继位感到愤恨 起兵攻打魏惠公 魏惠公逃到齐国 左右公子立公子前谋为君 视为魏君前谋 前688年齐湘公率领诸侯讨伐魏国 朱沙左右公子魏军前谋逃到周都洛邑 魏惠公复位 前680年至前678年 魏惠公与齐国数次会盟 遵其为霸主 前675年魏惠公咽怨恨东周收容安置魏军前谋 联合南雁国起兵攻打东周 周惠王逃亡 魏惠公立周惠王之地王子颓为王 前669年两次在魏共继21年的魏惠公去世 齐子魏斥继位 视为魏惠公屡屡内乱的魏国 又迎来了新一轮的神军 魏惠公在魏后大肆搜买天下之贺 以贺之品相封赏其贺官位奉路 并赐贺之车城 侍从 宅邸 视为贺将军 前660年 敌人听说魏惠公好贺荒政 魏国人心离散便出兵攻打魏国 魏惠公大惊吓急忙征兵 但百姓纷纷叫嚷道 让大王派那些贺将军去打仗好了 他们有俸禄 我们连饭都吃不饱 怎么打仗呢 魏惠公听闻后 干脆派军士四处抓壮丁 强行开往前线 结果魏军惨败 魏惠公身上的肉被敌人分食 只剩下肝脏 敌人攻破魏都昭歌 魏国灭亡 昭歌沦陷后 魏大夫红眼剖腹那肝 以身为官 安葬魏义公 同年 逃亡的魏人立公子身为君 视为魏代公 魏代公带领七百魏人在野外造草屋 赞助曹帝 史称鲁渔曹 同年魏代公去世 堂帝魏辟邪将继位 是魏惠公 前六五九年中原霸主齐桓公 帮助魏国在黄河南岸的楚丘 建立新的都城 魏国重新建国 魏文公在魏后与百姓同甘共苦 发展农耕 使得魏国重新复兴 前六百五十六到六百四十五年间 魏文公紧紧追随齐桓公 数次跟随齐国与诸国会盟或开战 前六四四年 晋国公子崇尔逃亡到魏国 祈求魏文公帮助 但魏文公看其落魄 便无理于崇尔 导致崇尔被迫向村民启示 心生怨恨 前六四二年 刑国联合敌人攻打魏国 魏文公推让军卫称 谁如果能治理国家 我就追随他 众人皆不从 于是上下其心摆开迎战阵势 敌人于是撤退 前六三五年魏文公大举出兵 攻灭刑国 同年 再为二十五年的魏文公去世 其子魏正继位 视为魏成功 前六百三十三年进处争霸 晋国想要向魏国借道 但被魏成功拒绝 于是晋文公联合宋国出兵法位 共分齐帝 亲近的魏国大夫元选追杀魏成功 魏成功逃亡 大夫元选改立齐帝魏侠伪军 世卫魏中废公 前六百三十二年进军抓住了魏成功 送往周都 晋文公请求周湘王诛杀魏成功 被周湘王拒绝 随后魏成功请周湘王帮忙 让自己与晋文公修好 后得已回到魏国附位 魏中废公出逃 前六二三年魏成功前往晋国朝进晋香公 前六零零年 两次在魏共济三十七年的魏成功去世 其子魏赤继位 世卫魏幕公 前五九七年宋国公达处置附庸陈国 魏幕公派遣孔达率军营救 后来晋国追责 孔达自业而死 前五八九年再魏一一年的魏幕公去世 其子魏赃继位 世为魏定公 前五七七年再魏十二年的魏定公去世 其子魏看继位 世卫魏宪公 前五七六到五七四年间魏宪公与晋 鲁齐 宋等国结盟 三次攻打正国 前五五九年 屡次被魏宪公羞辱的大夫孙文子 将魏宪公驱逐 魏宪公逃奔到齐国 孙文子拥立齐帝魏丘继位 世卫魏商公 前五四七年齐借二国共同护送逃亡十二年的魏宪公 回国复魏 魏宪公诛杀魏商公 前五四四年 吴国记杂出使经过魏国说 魏多君子魏有幻眼 同年 两次在魏共计二十年的魏宪公去世 其子魏厄继位 世卫魏乡公 前五三八年楚陵王惠盟诸侯 魏乡公称病不去 前五三五年在魏九年的魏乡公去世 其子年仅六岁的魏元继位 世卫魏陵宫 魏陵宫在魏期间 知人善任 平定内乱 抵御禁军不败 数次收留孔子 虽斯德有亏 但也使魏国一度忠兴 魏一代诸侯之佼佼者 前四九三年在魏四十二年的魏陵宫去世 其孙魏哲继位 世为魏初公 前四八零到四六五年间 魏国再度掀起内乱 魏初公之府 魏快溃抢夺儿子的军卫 魏快溃又被魏人驱逐 改立其弟魏班师 魏班师又被齐国俘虏 魏人改立魏军起继位 魏军起又被大臣驱逐 魏初公再度回国附位 随后魏初公又被魏人驱逐 又立魏道公继位 这十五年里魏国君魏五次一主 其内乱的程度令诸侯称目结舌 前四五三年至前二五三年 这二百年里魏国历经八位君主 其中魏怀公是杀魏昭公 魏慎公是杀魏怀公 魏成侯自行贬号约侯 魏四君自贬称号为君 魏国虽然衰弱不堪 但天下英才 半数进出于魏国 魏人无起先后入魏破旗 入魏破秦 入楚破魏 威震天下 魏人商鞅入秦 开展变法改革 使秦国得以重新崛起 奠定秦一统天下的基础 而曾经的一流强国魏国 只能沦为魏国的附庸国 苟活于周边大国之中 前二五二年 在魏四十亿年的魏怀君 前往魏国朝进魏安黎王时被直杀 魏国面位 后魏安黎王 又改立女婿魏元君担任魏国君主 前二四九年 魏国大商人吕不韦 被秦庄襄王任命为丞相 封为文信侯 前二四一年 秦国攻下魏国东部领土 魏处魏元君 另立魏国攻势后以紫南角为君 始称魏君角 并将魏都从地丘 金河南蒲阳 千道也王献 金河南交作 魏国名存始亡 前二二一年 诸侯相继覆灭 秦国一统天下 秦王称始皇帝 唯有魏国独存 魏国也是秦始皇称帝后 唯一存在的周朝诸侯国 前二零九年魏君角被秦二十胡亥废为庶人 至此 祥国八百三十二年 历经四十四位君主 从诸侯之掌 沦落到苟延残喘的最后一个畸性诸侯国魏国 就此彻底覆灭